谢国良表示 杨绿新处长现任为立法院顾问 第八届的立法委员 台湾弱势病患权益促进会的秘书长 财团法人罕见疾病基金会的代言人 中广流行网公事节目主持人 人间卫视的新闻主播 也是他竞选期间的咨询委员副主委 希望未来借由绿新处长的亲身经验 为基勇打造成为一个更友善 更便捷更幸福的优质生活环境 大家好我是杨绿新 很高兴有机会到基隆来服务 那么我觉得一个城市最核心的灵魂 那其实就是人 我们如何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激发他们的善意 他们的潜能以及他们的创造力 来让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尊严 获得平等获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这个是友爱城市最核心的价值 因此所有的服务都会围绕着人的意义 价值幸福来开展 那么我们在这里会设计很多很有趣 很共荣的来让所有相对弱势的人 他们能够获得幸福的机会 然后也让所有相对有资源的人 那这个资源包含了知识 包含了时间 包含了金钱 包含了才华 能够透过彼此的交融 在付出和给予当中 去彼此看见 看见生命的需要 看见我们付出我们参与的可能性 友爱城市是一个创新价值的城市 邀请所有关怀社会创新 关怀幸福工程 关怀设计思考的朋友们 都能够来到基隆 跟我们一起共学共创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能够翻转障碍者面对的三种困境 第一个就是所有物理性的障碍 能够去除这些交通道路建筑物 公共空间 那这些能够让障碍者可以很容易的使用 然后很多人不认识 不了解这些特殊族群 包含小孩、妇女、高龄 或者是新移民等等 我们能够透过教育 能够给予更多平等的机会 能够参与社会大家互相认识 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面向 都能够有合理的调整措施 来让所有的这些特殊族群 可以融合各行各业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变 能够鼓励所有人在太旧换新的时候 去采购通用的无障碍车 或者是说通用的福祉车 让不管是娃娃族、轮椅族、行李族、高龄的 或者是所有行动不便的人 他都很自然的 而且很自由、很自主的 随时都能够有无障碍的交通 从点对点到最后一里路的 每一个定点、居家或每一个景点 他都能够有无障碍的交通 所以无障碍的交通体系 还有无障碍的环境体系 这都是我们要努力去翻转的 其实基隆其实是一个 可以利用一个国外成功的经验 重新去打造 不管我们城市从视觉上 从实用上、从科技上 并且在人文发展上面 都能够欢迎国内外的这些特殊的族群 跟他们的家人到基隆来游玩 或来基隆来享受生活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基隆未来观光的一个特色 其实打造有外城市不是一个福利政策 而是一个观光产业政策 他在建构观光产业的同时 他也可以将我们本地在地的特殊族群 跟他们的家人 因为家里只要有一个成员是特殊族群 整家人都会需要因而调整 他的整个生活方式 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利用 所谓观光产业的一个这样子的思维 进而去打造我们全基隆市的一个 这样子的从软体、硬体跟人文方面都欢迎 而且接受并且善待 不要讲善待啦 同理我们这些特殊族群朋友们 以及家人们这样子的一个都市生活环境 各位基隆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林鼎超 很开心可以加入小爱爸爸的团队 我过去是高雄市政府首任的清理局长 在跟之前也在香港的基隆圈服务 我会带着我的热忱 我的专业 我的经验 来服务我们基隆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未来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 可以来投资我们基隆 让基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我们基隆的子弟 也可以留在基隆工作 各位好朋友们 我们基隆见 拜拜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